提醒其实大致上 如果你用基本的功能应该都可以画得出来 那主要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 要除以哪些部分啊 你会发现第一个 呃 他的这个直径他这边有给我们一个这个这个直径 那也要从这边到这边的话呢是90 那90之后的话呢我们要除哪些部分啊 那当然你可以拿这个地方你可以画个圆 也就是基础最最里面的话这个有个 实际为90那半径为45的一个圆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这个圆先把它画出来 然后呢再利用那个 看用极座标或者用那个旋转加测点复制的话都可以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把这边这条这条线我刚才用极座标好了 画个60 然后呢这边就120 把它画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的话呢接下来你就可以处理 你会发现这有点像切西瓜 总共 其实只要处理是先处理上半步就好了 处理 这个上面画完之后 再做什么呢 应该是 旋转加 复制就出来 这个不是近色 因为近色的话 上下是一致的 或者你用什么 正列也可以 正列两个项目 这里的话用旋转加测点会比较简单 旋转加复制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分成三个部分来处理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30 也就是这个距离 其实就这一边这个 这边到这边30 所以左右 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怎么样呢 做什么呢 偏移 对不对 偏移吧 15 对不对 然后偏移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就是做 修剪的动作 也就是其实我只要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那做完之后呢 再来做20的部分 左右偏移多少 一半嘛 10 然后也是留下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其他修剪掉 再来这个地方的话呢 距离是10 也就上下偏移多少 偏移5 对不对 偏移完之后留下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这样的话这一体就 做完毕了 应该 大概知道意思吧 先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 中间的这个圆先画 中间这个圆 是最重要的 一切 30 20 10 其实都是以这个 直径90的这个圆为基准 所以我们画的方式就是先画一个圆 然后呢 这个圆的 就半径 45 Enter 画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处理那个 先 30 20 来处理 先处理这边 所以呢我将来我要做出来 实际上保留了就是 这一个段 这一段跟这一段 其他的不要 然后再还有这一段跟这一段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偏移的 这个地方先把需要的线段 从这边先 先做一条线 辅助线 然后 极座标部分的话呢 然后看把他设定为60就好按确定 直接画一条线 从这边画到 60 60 出现60 点一下 空白线两下 再 120 点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分界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利用什么 这个 偏移 15 Enter 直接然后把这个圆向外 向内 OK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这边需要把它拉出去 因为他将来这边这一条线会往外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用那个延伸 点一下按空白线 那把这一条线吗 点一下 他就出去了 或者是第2种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延伸的 还有前面讲话点一下 再点这个 他会有个什么拉伸 按住不要放 往这个方向拉 碰到这里 他就过来了 一个是用 拉伸的方法 一个是直接拉过来 那哪一种方式快 就看自己 有的时候 如果你习惯用滑鼠 按住拉就可以过去了 或者用什么 用这个拉伸 拉伸就是 点一下 按空白线 他就 点一下就 直接就帮你拉长了 拉长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 因为我只要留下什么 留下的部分就是 这个线段 跟这个线段 那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圆 有没有 这么多那你要修剪 你要修剪好几个段 所以聪明的办法是 你就设定他的起点 设定他的终点 然后呢 再把外面的部分修剪掉 有没有 这样一圈就 就去掉了 那这个地方也是修剪掉 一圈就去掉 所以做法 我做一次 修剪的话 就是起点 终点 先设定好 对 然后再修剪 把外面这条线 Delete 这个外面 不过这边他会多选一点点 所以可能会 到这边再做一次 有没有 他就把这边的线段留下来 就是我们要的部分 就跟那个 有点像切蛋糕一样 外面部分不要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 再来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错了 杀错了 杀错了 应该是 应该是杀 这两条外面的 中间这个部分 再一次 所以起点 中点 对 然后 这个脑筋也要清楚 修剪 对 然后不用再按空白线 你就杀这条线 跟杀 这外面 这个中间这个基准 不能杀掉 修这边 然后再修这边 有没有 因为他会有多一条线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部分 空白线结束掉 那这边突出来这两块也不要 所以再修剪一下 空白线 这边跟这边修剪掉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呢 再来就是 偏移 偏移的话 偏移10 就是把这边 这个基准往外 这基准往外 那一样的方式 再把 空白线 这个 拉伸空白线 延伸 空白线 点一下 我记得好像可以连续对 然后就两个都出来了 虽然也是一样 怎样 设定那个起点 终点就是 我要修剪是 从这边到这边 先设定起点 然后再按修剪 那记得中间这条线要留下来 因为等一下还用到 这边跟这边 有没有 然后再按空白键 再来修剪 空白键 把这边跟这边修剪掉 OK 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 也是在偏移 偏移的话 偏移5 5Enter 把这边 往外 这边 往内 偏移完再做一次 等于是说 也是一样 设定起点跟终点 起点在这边 终点在这边 我要留下来是 这两 这两个线段 所以修剪 然后修剪 外面这条线 跟 里面这条线 你会发一下就修完了 不然的话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方法你要慢慢修了 绕一圈也是可以 只是很浪费时间 好了之后的话 那里面这个圆怎么样 就工程生退了 因为 全部都画完了 对 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做什么 旋转 空白键一下 那基准点的话就在这个弧的中心点 点一下 然后 C Enter 180 Enter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 这里的话呢 至少要掌握几个要点 第一个 这个 修剪的方式 记得设一个起点跟终点 再去修剪 不用按 不要按空白键 第二个是拉伸的技巧 拉伸的话你可以按住在拉 或者是直接干脆用这上面的功能 按一下空白键 啵啵 它就 凸出去了 OK 好想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练习一下 来画面先换给各位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费